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nie 今天來到南澳 road trip的第三天 今天我們在Adelaide 第一站就來到Port Adelaide 到處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是Boxing Day的關係 或者可能太早了 只要是9點 街上沒什麼人 或者可能因為疫情而少了旅客 因為一般很多人會來這裡 坐一些船仔出去看海豚和鯨魚 接著就去了吃早餐 正在門口的時候 看到HUMUMUM就很怕他沒有開 其實這間是有Instagram 有人介紹的 就是一間越南中式的餐廳 有得吃粥 有得吃油炸鬼 不是很傳統的吃越南粉 這個最有名的就是鴨腿面 鴨腿是蒸的 它的麵也是硬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不錯的 吃飽飽之後 就向Fiktar Harbour進發 大概一個小時的測程度 去到之後 我們就直接向Granet Island進發 大家小心踩屁 在Fiktar Harbour 會有一條小橋 有一條路 連著Granet Island 你可以搭這些船仔去看風景 你看到附近環境是很美的 水都是超清 很美的 超清 剛才為什麼會看到鞋子呢 其實是馬鞋 因為在這裡可以搭馬車 那輛車基本上自己會用的 馬只不過是做一個Gimmick 你可以選擇去搭這些 或者是走路過去也可以 其實走一走一走都很近 你看到前面就是 前面這個彎就是Granet Island 其實Granet Island 是一個很小的島 附近有很美的海岸線 我們可以上山看看 看的 其實它的山都不是很高 就是一個山坡 所以走一會上來 看到風景是很美的 上來是看到一個小的燈塔仔 還有一些藝術品 你可以看風景之餘 你也可以印象一下 一些學生的作品 今天天氣也很好 但看回到Fiktar Harbour那邊 其實真的覺得很美 好像有點世外桃園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喜歡海 覺得很藍 看上去的時候 心情好 到的另一邊 會看到更多不同的岩石 還有很多浪泊 還有一條樓梯 可以走到岸邊 其實這裡也有兩條路 如果你不走上山的話 也可以沿著海邊 它有小路 這裡就是那個中點站 如果你坐馬車 它就會停在這個位置 我們沿著海邊走出去 這個海岸線真的很美 澳洲一去到郊區 其實就會看到水很清 就算住了那麼久 都會仍然覺得 哇 水很漂亮 很清 然後看到大家也在看這隻鳥 一開始也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看清楚一點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原來它前面有一隻蛋 所以特地跨著它 讓它在播蛋 讓人不要騷擾它 讓它安心在播蛋 晚上還沒有再拍片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訂閱我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 按鈴鐺 就可以立刻看到我下一條影片 我日四去哪裡玩 今天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拜拜 拜拜